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是楊國聰和大家談天氣 今天受到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 今天有些地方有霧的出現 就像在西灣河一樣 今天早到大約3時多、4時時時 能見到下降到大約1,000米左右 在橫蘭島在近早的時候 已經是受到霧的影響 午夜過後橫蘭島的能見島 已經是下降到100米甚至以下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駕船 或者進行水上活動的話 記得要留意海上面的安全 也是因為受到海洋氣流影響 今早天氣都比較暖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都是介乎21至23度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見到 華南漁岸地區 上空仍然有些雲塵覆蓋著 不過雲塵整體來說都比較鬆散 所以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都會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的趙雨 一早一晚天氣會比較潮濕 以及有霧 不過日間來說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預計今天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6度 風勢方面便會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未來幾天很多學校都會陸陸續續放復活節加忌 天氣情況會如何呢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 華南漁岸地區仍然都會吹著一些偏南風 換句話說 未來幾天我們繼續都會受到一股比較暖 以及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天氣都會比較暖 最高氣溫都會有26、27度 不過一早一晚元朗地區會有薄霧 日間將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